这个是自动画面 这个全部要开掉 那现在是关掉的 这样是开掉 全部开起来的时候才能正常运作 这个是单标 这两边是不定位的 然后这两边是定位的 这个是单标,这个是双标 这个是定位单标,这个是定位双标 然后我们里面的产品的话 是用到那个定位双标的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 是先按这个 它就开始启动了 然后先用手去感应一下 你先手 先拉一张标出来 那我们就先贴一个 这个是定位双标的 然后这个定位单标的话 是你定位的时候贴一张标的 这个是双标的 好 好 好 全是这种立式圆平 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药标开始 高起来 看 这样子 就先把这个 这个是料盘 先把这个 东西拿上来 然后把标签这样放进去 盖出的方向是这样子 然后先把它这个放下去 盖一下 要标 然后先从这一根滚铜开始 放过来 先把这里可以松一下 这个 要标 然后从这一样上来 摆下去 那这个透明标 看的不是很清楚 过来这边拍 那我转那边去 那等一下 你先不要转 那 然后这个是测标电眼 从这边测标电眼的中间 这个裂方那里 拉过去 然后从这个地方 过千引一 这个 从这里有一条裂方 从这个裂方那里穿过去 先拉长一点 然后再从这个 这根滚铜这里 放下去 然后通过波标板 这里 拉长一点点 拉持它 然后就过在这个 千引二 也是从这个裂方那里穿过去 拉长一点 然后锁紧 锁紧 锁紧 这个锁紧的话 切你这个 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它里面有一个卡位的 顺时针扭 扭到那个卡位里面 它就锁紧 然后再用力一点点扭 它就松了 这边有卡位 然后到这边 这个是主页面 刚开机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个 先随便点哪一个地方 它都进到这个 另一个界面 这个是手动画面 这个 这个是输送 那我们先 现在刚刚要好的标签 你可以先用手动牵引 那这个手动牵引 那 先这样点一下 拉一下 让它拉 拉直的先 然后 然后这里 这个是收料 再把它 抵上去 好 这样 这样先回去 然后 这个是压标 稍微轻轻的压 一下下就行了 可以压很重 一下下 一点点就可以了 看 然后 然后 这样 这个手动牵引 拉 再拉 看 让它出一点点标签 这个 要标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还有剩下的那些机构 手动的 这个画面 我都说一下 这个 是点动 输送的 点的时候 它这个输送会 会转动 这个是牵引的 就是控制这个电机的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复标气囊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用来 顶住那个瓶子的 那个气囊 控制它的气囊 然后剩下这个分屏 分屏 分屏再转 这个分屏 点动分屏的 点一下再转一下 然后剩下那个 一个复标电机 就 控制这个电机的 控制这个卷头的 剩下的可以开 开启 那个自动 这个自动 这个 这个是自动画面 这个 全部要开掉 那现在是关掉了 这 这样是开掉 全部开起来的时候 才能正常运作 这个是单标 这两边是不定位的 然后这两边是定位的 这个是单标 这个是双标 这个是 定位单标 这个是定位双标 然后我们里面的产品的话 是 用到那个定位双标的 所以说 你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先按这个 它就开始启动了 你要先用手去感应一下 怎么不出标呢 怎么不出标呢 哦 电影 那好 你先手 先拉一张标出来 怎么不出标呢 怎么不出标呢 再贴一次啊 这是贴过两张标之后的 那个效果 这个停水啊 然后呢 它这个 这个是计数 这个是计数 这个是计划数 你的计划数可以改的 随便改 你现在是一万嘛 我可以改成 一二三四五 九万 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 都可以这样改 那改了 然后这个是生产数 它贴一个这里就计一个数了 然后它这个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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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里进来 这个是参数设置 这个参数设置 我们主画面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这样的 这里可以进 然后在自动画面这里 也可以进去 然后等一下 确认键就行了 这个 这个是牵引速度 就是我们这个控制这个 牵引电机的那个速度 两万四 然后我们是调好的 匹配了这个输送的速度 还有这个分屏的速度 才会得出这个速度 然后这个是复标速度 复标速度是属于这个 控制这个复标电机的 它的速度一万八 然后也是相对比配的 然后这个是定位眼值 就是定位眼值是什么呢 这个电眼 这个电眼在检测到 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是0.15秒 过了0.15秒之后 它这个气缸就会压下去 压下去了之后呢 它才会产生贴标 这个可以压 如果它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如果我这里设为0的话呢 就太快了 它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这个气缸就已经压下去了 如果把这个数值设的长一点 大一点的话 它有可能是在过了这里之后 它才附下去这个定位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调好的 到时候如果还 如果会出现这种 气缸下快了 或者是下慢了的那种情况 你可以调一下这个 这个参数 还有第二个复标眼时 这个复标眼时 这个复标眼时就是控制这个电机的 就你在复标的时候 就是-0.3秒 然后它才过了一个瓶子 一个 贴一个瓶子-0.3秒 它才过一个瓶子 这个可以调大一点点 但是这个我们也是设定 设定好了 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射长一点点 还有这个 定位过滤 定位过滤 就属于那种 一个瓶子有多种信号的那种情况 才会用一点点 就是说你这个瓶子过来的时候 我这里就一个信号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 有其他那些 比较多的那些信号的话 我会过滤掉 就不要拿后面的那些信号 就要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所以说就 就过滤一点点 还有就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 是我们帮你调节好的这个 单标 定位那个双标间距那个距离啊 就可以按照这个 那这个距离 你可以通过这里来调 你这个是贴了第一张标之后 估计一下是多少秒之后 它才会贴第二张标 的那个概率时间 然后这个是定位一标的那个时间 就是贴第一张标的 跟这个是相匹配的 所以说我们都帮你调好了 就大概意思 你要知道就行了 然后这个定位二标的位置 性质也是一样的 像下这个停标眼时的话呢 这个这个标签是用不到了 因为它是产生在于那种 很长的标签 它才会用到那种定位 定位眼时 平调眼时啊 好 这样我再说一下那个细节的 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礼品机是连接你这个 这个 贴标机的啊 它开关在这边 我过来这边拍 这个 这里 这个是开关 这个是电源指示啊 这个是调速 调速的话这个不用调很快的 最多二十这里就行了 因为你调的很快的话到时候 我怕那个瓶子会撞 撞坏了会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速度我可以 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一下啊 来 来 我 因为你们专门没有 我们用我们瓶子示范一次给你看啊 就 来 它现在在开动 我试一试这个整理的效果 到时候你放 到时候你们的瓶子不止这个数了 你要你们一直放就行了 一直放一直放 把那个瓶子扎一个这样推推推 这瓶子越推越推 到时候你后面有力了 它就会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推过去 这样这样 然后那个瓶子再承掉 然后这个瓶子再承掉 进去 然后这个瓶子再承掉 然后这样一直承掉 然后这样一直承掉 然后一直承掉 好 因为 那 这个是 这个是测 这个定位的电源 就是控制这个气缸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的这个电源的话呢 这个电源的话呢 就是在 检测你那个定位点 那就检测这里的那个电源 所以说我能 很好的定住这个位 这个位置 就不会说 贴到你这个 这一条瓦合线那里 是不会贴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过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万能电眼的调节 我们用的是西客的一个牌子 我这个可以自动的去检测这个标签 怎么样 来我教你调一下 先这个样子 按住加减 加减符号 按住它 然后 同时按下去 同时一按下去 按到这个红灯 红灯一直在闪的时候呢 你那边 开开 你那边就 用手动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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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出几张标签 让它慢慢的检测 这样检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过来 然后让它这个 再按一下这个负号 OK 它就自动检测完毕了 这个很简单的 就先同时 同时按下去 然后让它 让它出几张标签之后呢 再按一下这个负号 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 什么角度之类啊 前后左右位那些 我们都调好了 好 现在先把这些负号 拼一下 我先开单标 这个是没有定位的 等一下它出了一张标签 这个是前标的 那我再贴一次试试看看 把标签撕了先 这个 这个就是我 不定位单标 贴出来的那种 那 这个是 拍错 这个是不定位的单标的 然后我要换成那种 定位双标的话 就按这个 定位双标 然后再把这个撕掉一下 然后再放一次啊 这个就是定位的那个效果 这一条是磨线 这一条也是 所以说它不会贴掉那个磨线的 再贴一次啊 这已经是贴两次的效果了 还有一个 这个是急停开关 如果我到时候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就这样一拍 它就停了 然后你要开的时候呢 就 顺时的扭一下 再点一下这个 它就可以了 然后电源 电源开关的话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电源开关 然后你要关机的时候 就 这样按一下就行了 要开机的时候 就顺着扭一下 然后到这边 这边还有 还有一个地方 是需要通气的 这个是 这个是气法啊 到时候你们要 要用巴黎的气管 连接进去啊 你们要拆气管的时候 很简单 先 把气管封住 然后 然后 松掉气管 现在我在充气啊 然后再把 这个 气管 拿出来 到时候 整个的 要连接上去的话 就是 直接把气管这样插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放气 这个是关气法的啊 这个是开气法 然后正常的气压 要在0.6 0.4到0.6 这个范围之内 才算正常的 所以说这个气压 这个这方面 要注意一下 好 整体的那个 表示方式 就在于这里 然后这些什么 这个是标头的上下啊 这里还有这个 标头的前后 这里也有个左右 这个副标的 这些都可以随 随意的去摆一下 好